大家好,我是陳建強,Eugène 我很高興在這裏跟大家見面 我們準備了一系列的節目 是希望我會邀請不同 我很多在專業界的朋友 或者社會上的不同各界的人士 借這個機會跟大家見面聊聊天 我很了解到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認識這些朋友或者專業 都是從媒介、報章或者電視 或者聽朋友說 我覺得沒有的好多是自己親耳去聽 親眼去看 而去感受到每個人說的話 我們雖然的時間不是太多 也不是很特別的一套劇集 但我希望借這個機會 跟大家有很近距離的接觸 是能夠令到大家了解到 很多朋友不同的看法 希望我們能夠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香港 正如我們節目的名字叫做專業建議 我們很希望從專業角度 給大家一些不同的意見 去考慮、採用或者批評 我很希望接下來這個節目 都收到你們很多不同的意見 有什麼我們都很樂意接受更加好的建議 或者是批評 令他做得更加好 我們今集第一集的嘉賓 是請到我一位好朋友 吳斌律師 吳斌對大家來說 可能聽過他是私隱專員 是剛剛上任的私隱專員 他的曝光率都相對比較多 因為有不同的事件 其實大家不知道 他本身是一位律師 也是律師會的前任會長 這件事 我想在節目中 大家希望能夠聽到他親身說 對很多節目的看法 從而對他更加深的認識 各位我今天很高興 請到我一位好朋友 吳斌律師 Rodrick Rodrick 不如你自己介紹一下自己 在剛才開始這個節目之前 我想大概告訴大家 你是做過職業 有做過私隱專員 不如Rodrick 你趁這個機會 跟大家大聲招呼 介紹你自己 怎樣在這行發展做過什麼 是 我很高興上來這個節目 我過去幾一年 都是在法律界工作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今天我們也是 講一下關於法律的事情 我相信我能夠應付到 是嗎 大家知道Rodrick 其實是香港律師會的 其中一位前會長 律師會是香港的專業界 是負責律師的部分 我們知道有大律師和律師 不如Rodrick趁這個機會 講一下律師做什麼 其實跟我們心目中 是否看電視 慢慢去喝美麗酒、見美麗女、駕駛車 Rodget 和大家說說 工作和工作之外的事是兩種不同的事情 工作律師的工作 尤其是所謂業務律師和訴訟律師的分別 業務律師就是 所有一切法律事務都要兼顧 雖然也有專注某一類的法律 但是基本上如果一個人上去律師行 他會能夠期望 合理期望可以所有法律的事務 去找一個律師行都應該可以幫到他去解決 這個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那樣都是依法辦事 香港就變成一個很長遠很穩固的法律機制 所有的事務都是循序這個機制去辦的 Rodget 其實在這裏我想很多朋友都會問 見律師通常都不是特別很開心的 有些人當然是被人告律師 但其實不是的 我們買樓 或者是 譬如我們簽一個文件 給你見證都要找律師 其實不如跟大家談談 最常見找律師是做甚麼 或者有些甚麼很特別的經驗 你試過 跟大家分享一下做律師的一個有趣的過去 我想說剛才你說 上去律師多數都不開心 其實都不是的 有很多時候都很開心的 第一就是買樓 自己有一個新樓去住 有一個期望 有一個希望 幸福在前面 賣出去的那些人 哇 甩了身 多高興 令到律師樓簽字 譬如有些人現在 結婚都不需要去政府機關那裏做 可以找律師 律師就是可以做一個 叫做 Marriage Celebrant 代他去見證婚禮 這也是很開心的事 譬如說 有律師樓通知 有一個遠房親戚死了 剩下一個巨型的遺產給他 上律師樓辦理 也是一個很高興的事 我可以想到很多種高興的事 不一定是愁眉苦面 才上去律師行 為何要專門這樣說呢 我會讓你多說一些好事給大家聽 不然我想起 例如看電視劇 經常見律師 很多時候去談 如何去找律師幫忙 如何去圍捉分配 離婚又如何 那些通常就不太開心 我只是想起這樣問你 是 你想我講一些比較特別的事 當然有很多特別的事 我很幸運 在我的事業生涯裏面 曾經有機會處理過很多有趣的事 或是富有挑戰性的事 或是比較奇特的事 和大家分享一下 譬如 很久以前 在香港有一個很有錢的人 被人綁架了 綁匪要求一個很大的數目 結果他給了之後 他就委託我 我能夠循民事法庭的程序 在台北和香港 差不多拿回全部的所謂Ransom 即是他要付的錢 這是很高興的收場 是 其實一般的朋友都覺得 律師也有很多辦法 有些人經常說 律師不好做 為何幫助成感住良心幫助不想幫助的人 這個你如何回應呢 這要看似其他專業一樣 醫生也是一樣 醫生不會問一下那個人 你是好人還是壞人才醫治 律師就一樣 譬如在一件刑事案裏面 有一個被告去找那個律師 那個律師就不能夠說 因為以往你的聲明不好 所以我不代表你 因為在法律上 每個人都有同樣的權利 是可以有律師去代表他 這個亦都是 我們香港的法律 是 循著 有那個很長的傳統 大家都很明白 就是說 那個在市民心中 是極之不好聲明的人 為何都找有律師代表他呢 因為這是每一個人在法律上的權利 我們要看另一件事 就是說 在香港的法律裏面 任何一個人 除非能夠證明到 說他是犯了案 否則你一定要當他是無辜的 無罪的 所以如果那個律師 在那件案子未審之前 已經作出一個判斷 認為這個人來找他 是有罪的 那麼這個律師豈不是不懂法律 因為那個法律已經說明 這個人應該是沒有罪的 直至到他判斷有罪 嗯 嗯 好的 希望大家明白到這件事 就不怕去做律師 因為很多人都跟我說 不想那個市民心入行 就經常覺得他好像要幫一些華人做事 就是很多人有這樣的看法 因為他沒有受過法律的訓練 這是另外一個方面 其實也要看 譬如 有時候 我不可以說 每一個人 在香港 都從來沒有犯過 有些罪行 那些罪行可能很少 譬如說駕車超速 譬如他拍的車 為例 不應該拍的那裏 是 這些是否罪 當然是 在法律上 是一個違法的行為 是 你說 是否要代表有罪的人 譬如有些人有罪 但未必是 那個 空方 政府告他 那一條罪 如果本來那個人是犯了B罪 但又被政府告他是A罪 那是否那個律師應該為公義去維護這個人 因為他沒有犯到罪行 是 告錯了他 他可能是有罪 但不是那條罪 嗯 嗯 大家聽過這麼多人 律師說過 律師的事情 我們都有一個初步的看法 因為下一節 我們會談 如何去對年輕人的看法 不過呢 因為下一節 一定要百元這個機會 大家很多朋友都最近幾年 經常見到吳斌在報章或電視電台說話 有私隱的 我又轉了你另一頂帽 就是前私隱專員 你今天已經離開了 剛剛一年了 是嗎 大約 時間過得快 其實你真的很厲害 我經常都不明白 你可以由做律師 跟他跳做私隱專員 其實當初接受挑戰的時候 當年做得很好 我在報章裡講過 是個神話 多謝你 這個是神話 說我做得好似神話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當初 接入這麼艱鉅的任務之前 有沒有遇到發生這麼多事 我自己會覺得 當日我接受這個任務的時候 我也知道 是越來越多關於私隱被侵犯的事情 在現代的社會出現的 不僅是在香港 在其他國家都一樣是這樣 因為電子的時代 個人資料的收集是這麼容易 以及發放也是這麼容易 被濫用也是這麼容易 所以在這方面 是應該要有一很強的制度 去怎樣監管 處理個人資料系統 以及一切關於個人資料搜集和處理的事情 譬如一般市民 我們看到最近 八特通事件 去年被大家打出名的事情 甚至乎在街上說 我不告訴你 這是我的私隱 其實 在日常生活上 我們一個普通市民 怎樣知道 什麼是要保護的私隱 是不是每個人都會說 我是私隱 我不告訴你 比如說 你問兒子去哪裡 是我私隱 我不告訴你 其實什麼叫私隱 以及我們怎樣活用 在我們每一天的生活上 很多朋友覺得 很想知道 一定是你說的最有權威 最重要的 要清楚的是 香港沒有一條法律 去保障個人的私隱 只有在一條法律 保障個人資料的私隱 這是最大的 首先要明白 資料和個人是兩件事 是個人資料和個人的私隱 是兩件事 好 我想告訴別人 Rodrick 我昨天去哪裏吃飯 他見到哪裏朋友 法例是不保障的 法例是保障個人資料 那個人資料 如何運用的方法 不是說 要把個人資料的私隱披露出來 是錯的 因為私隱一定要 個人資料方面一定要使用 如果不是 因為個人資料很簡單 你身上有身份證 例如你說 我永遠都不要拿身份證出來 因為這是我私隱 你要拿身份證來做甚麼 即使說 有適當的時候 適當的環境之下 你需要去揭露你的個人資料 亦都有人在合法情之下 亦都可以搜集你的個人資料 如果這樣說的話 是否包括 最明顯的身份證號碼 車牌 車牌的號碼 你的聯絡方法 譬如電話號碼 你的住址 還有甚麼是最常見的資料 我們覺得是受到這個保護條例裏 現在最多人 是覺得反感的 就是 經常有人打電話來 或者是給電郵給我 或者是信用來 用我個人資料 來去接生意 或者問我 希望可以去光顧他 譬如借錢 那些東西 這個是最常見的 最常見的 其實如果我們能夠保障這件事 其實根本已經很安全 法理上 不是的 這個我只說是常見 有甚麼特別的東西 最重要的東西 我們各人都認為 譬如我的名聲 我的名聲 我的名聲 這是很重要的 我要保障的 個人資料方面 這件事 你很小心 譬如很簡單 譬如很簡單 譬如說 他很不幸運 他很近親 或者是他的家庭 成員 他有精神 有病 病離很長 他被人揭露出來 影響到他自己 爭取一些重要的官職 公職 公職 對 這個個人資料 會影響到他 這是很簡單的 換句話說 如果 某一位 現在很時下的話題 選特首方面 他的母親 曾經有過癌症 譬如說 他很年輕 有癌症 可能他家裡很大的 家庭的歷史 可能會有癌症 這些 都是個人資料 影響到的機會 不奇怪的 對 但有一個問題出現 那條條例不保障 已經過世的人的個人資料 過世的人 你說什麼都可以 在生的人 我們就要很小心 是 OK 經過這次 大家知道什麼是個人資料 可以受保護 即是 不要說 用私隱 就不可以再回答任何問題 個人資料 是要在適當的環境之下 是可以合法使用的 一定要使用 否則沒有用 OK 好 我們下一節再見 好了 我們第二節回來 就要講一下 我們對接下來 我們很關注的 不要只有80後 是所有年輕人 接下來 面對這麼多挑戰 特別在法律裡面 應該是怎樣自己去 應付 裝備自己去應付將來呢 那 Roger是一個 我覺得很適當的人選 為什麽呢 他自己又是做過事務律師 又做過律師會的會長 也我知道他去過 差不多很多國際的會議 見過很多人 回來香港 又參與過公路了 現在又在私隱專員 做了好幾年 成績 大家都有目共睹 他現在 就 退了下來 做另一件事 就是回到自己的法律局 本行 其實有時候 我們大家出去 游了一個旅行回來 感受一定會不同 我覺得 Roger是一個很好的心底的人 我一定不介意 或者不認識這個機會 他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對年輕人的看法 我自己 先做了第一步 我女兒今年去英國讀書 他之前一定要見到Roger Roger很好人 跟他吃了一餐 我女兒回來跟我說 很開心 就是Uncle這樣照顧自己的女兒 大家去學一下這件事 找一些朋友幫忙 我真的不要阻礙大家的時間 Roger 讓你說一下 你覺得 時下年輕人 怎樣幫到他們 給他們意見 很多人對這麼多挑戰 特別在法律裏面 應該是怎樣自己去 應付 裝備自己去應付將來 要照顧好的人 他們想讀法律 究竟需不需要 可以做律師 做律師 工作點 那個收獲 在很多層面 不只是金錢的層面 怎樣做 我首先跟他說 讀法律 就不一定要做律師 做法律不一定要做律師 英國以前的法律 留下來香港 現在香港的法律都是一樣 就是當所有人都懂得法律 所以有個人被告上法庭 被控方 被政府 他說 我不知道有這樣的法律 這不是一個合理的辯護 因為每個人都要懂法律 所以如果你這樣看法 想去讀法律 是差不多可以說 必要的課題 但是當然 是不一定要去讀書 才可以學會 在身邊平日 那些事物 跟自己有關的 那個法律那個聯繫 所以就不一定要讀 但是讀法律 也都可以是一個 我們叫做 第一個學歷 因為他有了法律 這個這樣的知識之後 可以做其他的工作 更加能夠有一個 法律的充實背景 我覺得是一個優惠 一個比其他的人 是好處很多的 如果沒有機會讀大學 或者讀書 律師不是那麼厲害 一般的市民 我做佔大多數 香港的律師 我照我知道 應該都是幾千人 應該是少過一萬人 香港七百萬人 都很多人 香港執業的律師 可以說 因為香港的律師 其實有律師資格的 已經很多 現在很多 在各種不同的機構 無論是私人機構 或是政府機構 裏面 是做律師的角色 但是不是出來 在私人機構裏面 做律師 這個是很多 很多 但是一般市民 如果沒有機會讀法律 也知道 肯定有幾百萬人 是不懂法律的 香港 沒有法律的專業知識 一定只是法律 譬如說 我看到紅燈一定要 一定要停車 這些是基本的事情 他們是怎樣的最簡單 最容易的方法 是知多些法律的知識 看電視劇 或者電影 當然是一個很容易 開電視又有的 又不用錢 是 如果我聽你的朋友 聽你講完之後 發覺已經有一個 我需要多學法律 你怎樣給幾個提示 他們在哪裡去找這些資料 讓基本法律都保障到呢 這個很重要 第一件事就是 書本 上網 或是有些課程 未必是很貴的 不一定要讀 法律學位 都一樣可以吸收到一些法律知識 但是我想普通人 除了我對法律有一個廣泛的興趣之外 他們多數都是因為有一件事發生在他自己身上 或者發生在他自己很親近的人 例如他的父親母親或者子女身上 他想要知道 關於那件事比較深入的知道 他就需要一個最快的方法 就是去信問一個律師 但我考慮後面馬上有兩個問題出來 第一 見律師是否很貴的 是否逐個小時逐分鐘計 一定會這樣擔心 你會怎樣回應這件事 要視乎我們每個人都要看看 這件事 我需不需要付出金錢的代價 即是好像看醫生一樣 例如說去看醫生 我是不舒服 我要看醫生 我都要付錢 但是在法律上 律師會是有和政府有些計劃 那些計劃就是給予免費法律諮詢 如果當事人想要有些免費的法律諮詢 在這方面絕對不是困難可以得到 即是他要跟香港律師會聯絡 即是說 那個 怎樣 有定期有這個法律諮詢的機會 另外 我記得很多年前 我在律師會工作的時候 我就發起 就說我們每年可以 律師組織起來 做一個叫法律週 叫法律週 我很高興做了頭三年 那個法律週的主席 我很高興看到這個法律週的計劃 每年都現在都在繼續 所以在這段時期 就要想拿免費的法律意見 只要看看電台或是看報紙報章或上網就知道 事實上現在這個免費法律服務很容易得到 為何我說這件事呢 很多朋友私下都在聊天 未必跟律師說 都說法律都是有錢人的滿意 你有錢就甚麼都可以 其實你覺得不同意這個表達嗎 如果只是法律知識 如果只是法律知識 就不是 要拿一些意見也不是 但是如果一定要在這個民事上去打官司 我聽到很多時候法律界的朋友說 就是這個是一個很有錢的人 或者是很窮的人 才可以花費到達官司 為甚麼呢 因為在香港法律制度裡面民事 可能是會花很多錢的 就算自己不請律師 對方請律師 如果你輸了之後 你要負責給對方的律師費 而且香港法庭制度有幾級 最初的時候初審庭 初審庭並不時等於 將整件事完結了 書那邊很多時候都有機會可以去上訴 去上訴庭 就算在上訴庭判了之後 亦都有機會 就是雙方或是其他一方面 可以去終審庭那裏 就是要求再將整件事去看一看 在法律上誰對誰錯 所以有些情形之下 我以前做律師的時候 我講過好像看上去很不公平的事情 發生的可以的 例如一件案件 如果它在初審庭 在上訴庭 在中審庭 總共有九個法官去審過這件案 但譬如如果真是認真不幸運 譬如六個法官說某人是對的 有三個中審庭法官說他錯 那他全部都要錯 所有一切的律師費和堂費都要給 你說這方面 你要想一想 有這樣的風險的話 打官司也不是那麼容易 要說我告你 那麼簡單 所以說 始終想清想錯才行這步 最好大家可以和解到 不可以談到怎樣 或者大家人養一步可能最簡單 所以現在制度 既然可能浪費這麼多時間 浪費這麼多錢 不如好不好 我們一個叫做 mediation 或者叫做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除了法庭之外 有沒有其他方法去解決 兩方面或三方面 或多方面的爭執 如果這件事可以做得到的話 就可以省錢 省律師費 所以現在律師會和其他 與法律工作有關的 包括法庭 都是鼓勵香港市民 如果有爭執的時候 可不可以用這些 另外的合法方法 來解決爭執 其實法律有關的問題真的很多 還給你多一條 再去下一節 很多時候的人說 其實我想這個情境 就是最近 我很記得 在香港 有一班年青人 走到街上 阻礙著街上 警察就需要清場 逐個逐個 拿到警車 我看到當時 黃毓民先生 跟每一個行人訓話 說話 我就聽不到他們說什麼 我覺得他們說完之後 每個人都很穩定 我就想 會不會是 以前經常說 你被抓了回去之後 你什麼都不要說 讓你律師來才說 這件事我不知道 照我理解人的基本權力 例如說 各位朋友 真是這麼不幸 有某樣事 或是誤會 也好 在你附近 要請你回去問話 是否應該用這件事 去保護自己 可能警察說 你這麼不合作 我一定會玩死你 或是你又懶得 我有律師保護 這件事如何找到平衡呢 香港的法律 香港的法律 就是有一個叫做 right of silence 即是被控告的人 可以有權保持質疑 警方問我一個問題 我一定要給你一個答案 給你 涉及可能 第二天 我被政府控告的時候 會是吃虧了 是 這個right of silence 其實就在普通法 這個法例裡面 就有一個很長的歷史 但是並不是一定是好事 如果有事情 是不說 只是說我是不出聲 是不是最好的 護身符呢 我自己個人 就認為不一定 但是很多律師 都覺得這個是最穩陣的做法 這是各個各體 但是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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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權利 現在已經開始有少少 是更改了 更改了 就是說 如果 當時 他可以有一個 合理解釋 讓政府 不會起訴他的 但是他不說 去到法庭的時候 正式起訴他的時候 他就把這個理由拿出來 他可能要解釋一下 為何當日他沒有 有這麼好的理由 他不拿出來說 如果說出來之後 可能根本就不需要告他 這個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一早已經說出來 那是真正是很好的理由 是解釋 為何 我會做某些事情 在表面上看上來 可能是不太對的 但是我說出來的時候 就可以 面殺一切的誤會 那 是不是應該要 說出來呢 我覺得 那個律師 就要看一下環境 如何跟當事人解釋 就是說 這個情形之下 你應該 可以考慮 將你的行為 作出一個解釋 好的 謝謝 下一節再談 好的 各位朋友 我們又回來 今次第三節 我們見到 我的好朋友 Roger 我們已經講過 基本下 做律師的生涯 又講過 私隱條例 又講過 很多應該知道的法律知識 不如我們嘗試 講一下香港 講一下世界 Roger 剛才我所講 她的背景都很雄厚 香港這麼多年 真的見證過 香港很多大時代的變遷 接下來香港 今年2011年 有很多選舉 有四個選舉 由區議會 到選舉委員會 到特首選舉 到立法會都來 Roger 你覺得 你經過這麼多次 這幾次選舉 都合得這麼近 你覺得對香港的影響有多大 以及我們市民應該要 怎樣去接受新的改變 又講過私隱條例 又講過很多應該知道的法律知識 不如我們嘗試講一下香港 我只會覺得 這個選舉 並不是等於民主全部的表現 這個選舉是民主其中一部分的表現 所以 看選舉 當然 我們要有一個 嚴肅的心情 的態度去看 也需要 在香港 我們要 不要太過 情感 不要太過激 的心態去看 我時都覺得 在美國 譬如在英國 我們要選 他們要選領袖 其實他們都不認識 他們只可以通過傳媒 去瞭解 或者去接受 他個別的候選人 那個理念 他的質素 但是香港 不同 香港這個社會 是比較 細小一些 我們很多時候 很多種情之下 都有機會 認識多一些 哪些人走出來 說 我是想去做 那份公職的 始終都有一些 多很多人 通過朋友 親戚 其他媒介 都認識多些 關於那個人 所以 在香港 跟新加坡一樣 我相信 因為那個地方 小 或者好像澳門 你哪個人出來 他不只是 接受包裝 香港的選民 有機會 認識多一些 關於這個候選人 所以香港這方面 選舉 是有一個 比較特別 和美國 英國 是有些不同的地方 很奇怪 你看香港 一邊說 我想了一個新的看法 我們經常說 譬如當特首選舉 又說三個二次特首候選人 又說鐵三角 我們今天不要說 我們說另一個方面 雖然說今天 我們可以一人一票選 一七年才有 其實我們也是時候 要學習一下 如何選擇領袖 是不是只說 民望高就夠 一定好 大家都知道 民望高的人很簡單 做某個老闆都可以 全部加工 全部不用做事 一定好 是不是 你會怎樣去 你經過這麼多 看過這麼多事情 我們香港的市民 去參加每一個選舉 我選過的人 你覺得哪幾樣要留意 當然 譬如你出來參選 我就 二話不說 也不用支持你 因為我認識你 譬如你給予意見 譬如當你有一個人出來選舉 他不認識他 你猜 應該問些什麼問題 要看他什麼去決定 知不支持這個人 只是看八卦消息 或者看這個 這家人八字好 或者說他的腳踏好 有福氣 你覺得應該怎樣看 現在我們選舉 無論是在哪一個層次 就是說 我想找某人出來 代表我們做一些事情 基本上他的定位 第一就是代表 第二很多程之下 是一個領袖的角色 譬如選特首 特首是一個領袖的角色 除了代表我們很多層面之外 亦都是要領導我們 所以在這方面 如果你明白到 你要選的人 是要做什麼 相信香港人很聰明 他知道 如果他要代表我 他一定要誠實 要有個人的整體才行 他不是的 他假裝代表我 其實不是代表我 所以整體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是 但是譬如你說 他是做我們的領袖 他一定要有領袖的裁個案 我又要 香港的市民 在這方面去看 就是說 他是不是 如果他是 帶領我的 我會不會跟從他 如果不是的話 他說 來吧 各個人都不學跟他 他去左 大家去右 這個不是一個理想的領袖 當然不是 他要有 英文的 Charisma 有一個 魅力 魅力 有領袖的魅力 他能夠 令到別人 覺得 他 有他的看法 他有他的做法 他解釋到給我 我是信服的 我願意跟從他的 願意試一下 是不是 這個是很重要的 如果不是 那個人 他說的 他做的 有時候 未曾那麼快 會見到的效果 如果 他是 沒有 這樣的領袖的魅力 的時候 他要 你 給了錢 但是 你未能見到 產品 未能見到 那個實物的時候 如果你 不相信他 開始已經做到一個比較緊張的局面 就是說 大家有一個磨擦 這麼久都未曾去 那張支票 還未退現 這個 我覺得 要選人 這件事 不是那麼容易 就是 大家要明白了 我選他出來做甚麼 就是剛才我提到的 一是做我們的代表 第二是做我們的領袖 香港不需要我自己去教別人 各有各的想法不同 就是 我心目中說 代表我的人 應該有甚麼質素 哪一個是做我的領袖 我覺得他應該有甚麼質素 這是每一個選民自己的心目中裏面 他要作出的決定 就是影響到他投過一票 而不是有一個萬事的靈約 每個人都對 每個人的心目中是不同的 即是在不同的時刻 可能需要不同的人幫忙 這是很重要的 這是很重要的 如果他多錢 他未必肯投你那一票 但如果你說他覺得你的理念正確 就算他拿錢出來都肯 所以這件事 我反而覺得 如果我們香港民主盡情做得好 就是剛才你所說 我們怎樣去使用我們的權利 選擇一個適當的人 這件事我經常很想說 這就是我們市民最珍貴的權利 就是我們怎樣去投一票 但現時雖然沒有一人一票去選特首 但是每個人都有一票去選舉委員會的代表 所以在某種程度上都可以勉強說 每個人都可以投票選特首 但是當然在很多民主國家裏面 都是市民直接去選擇自己的領執 其實我們擺開選舉 不要說了 你看看最近倫敦 一個大家都很認識的城市 竟然好像打仗一樣 記錄片看到燒的聲音 那些人在街上搶東西 今天剛才下午我跟一個病人聊天 他說簡直是離譜 因為他們從英國回來 為何那些小朋友會這樣搞 為何那些人好像是暴徒那樣 其實我反而有一個看法 不知道Roger你們怎樣看 其實這幾年多了很多人上街 連內地東莞也有人上街 新疆也有人上街 香港也有人上街多了很多 其實你會不會擔心 香港有一天 那個民怨如果處得 那些深層次茅俊做得不夠好 會不會有一天 香港也會搞到這樣 搞一次是很傷的 你看到英國說 英國也是如此危險 我會不會需要讀書 都會不會放假 你怎樣看這件事呢 我看這件事 就是覺得 不要說有某一些事 發生在離開香港很遠的 所以我們可以不理 我們這個世界現在越來越親密 這個叫做Global Village 地球村 地球村 香港他們的環境是不同的 所以引致到有些現象出現 這個一定要看 至於為何英國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呢 我以前都在英國讀書做過事 居住過 似乎這不是我當日記得起的英國 這個我覺得很遺憾 我相信英國方面 他們大家都會想辦法去看看 怎樣處理這個情形 其中一個事情 你問我 香港會否發生呢 很簡單 我初初回來香港的時候 坐地鐵 我發現地鐵很乾淨的 沒有人有空去刮花 畫一些東西 寫一些東西在這裏 我跟朋友商量聊天 有些朋友都好像我一樣在外國住過 他們看那些公車 是完全是烏里馬茶的 被人破壞 我這些朋友大致上得到的答案就是 香港人太忙碌了 他們沒有時間去做這些事情 但如果香港人有一天 很多人都失業 很多人都很無聊 很多人都大把時間 會不會好像現在這樣 坐地鐵 坐巴士 是一樣 好像現在這樣的情形 這個就大家猜一下 所以說我們大家一定要自強 如果香港不行 可能坐過車 都這麼乾淨 所以這個環境都未必保持得到 所以就應該要 要善重我們自己的選票 或者這麼多選舉 做公民的權利 我知道現在應該過了 可以登記做選民 但是以往每一屆投票 都只有一半 六成很多的選民 大家應該叫身邊的朋友 即使沒有登記也好 應該要出來用稿票 去告訴我們的代表 應該是怎樣的香港 我趁這個機會 很感謝吳斌律師 前專員 和我們訪問 我想Roger一定會 再找你 我希望你也是 帶來這麼快 來跟大家見面 聊聊天 大家都會欣賞你的 多謝你 多謝Roger 好 拜拜 各位朋友 今天我們很開心 請到吳斌律師 和我們見面 剛才經過三節的訪問 裡面 我們都談過不同的事情 由怎樣做一個律師 怎樣去做一個市民 對法律的觀點 對私隱的觀點 我想大家有個初步認識 我想剛才只是 希望引起大家的興趣 去發掘多些這方面的資料 讓大家的生活更加豐富 剛才我們有個機會 也說到 接下來香港有很多的選舉 也有很多不同的挑戰 我覺得每一位市民 就應該 像剛才Roger這樣說 是去投自己的票 用自己的權力之前 想清楚我們是香港 需要什麼的代表 其實每一票都是重要的 我覺得我們出來為社會做事 最希望 最希望 是所有的朋友 都能夠知道 一個全面的故事 全面的情況 而作一個決定 我覺得 所有出來 我很想參選的朋友 一定會尊重選舉的結果 一定 我覺得其實 無論結果如何都好 我很多謝參與 社會服務的朋友 他肯出來參選 其實已經有很大的勇氣 因為也要 接受很多方面的文化 很多方面的要求 所以我們為了支持他們 就要出來投票 我令到 香港的投票率很高 看到香港的公民教育 做得很好 我今天請了一位律師來 很希望下一集 就請別的朋友 和大家見面 我們這次先講到這麼多 下星期見 三位 三位 八位 八位 六位 八位 多分 二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